还走 待人判吴宗盛 吴宙氏 吴宙氏 你可知罪 知罪 吴宙氏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 陕西京阳吴宙氏 借担任陕西机器织布局会办之际 采购机器勾结洋商 收受回扣 又伪造账目 私囤公款 经三司会审 证据确凿 事实清楚 吴宙氏对其罪行 也供认不讳 并颇有悔意 着令解除 吴宙氏陕西机器织布局 会办一职 没收其所有非法所得 并处罚金 两万两白银 吴宙氏 你对此判决 还有无意义 没有 好 赵大人 人怎么还没有出来 别着急 就算刑部判了 大理寺还要复合 总要废些周折 今天肯定能出来吗 肯定 赵白石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放心不下吗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我去过你们的客栈了 他说你们一大早就来刑部了 现在里面什么情况啊 赵大人说少奶奶今天肯定能出来 那我能帮什么忙吗 不用 一切都已经案外妥当 你还好吧 阿姆没事 老爷和嫂子他们可回来了 没见人影 那你回来干什么 我给你准备点吃的 我怕你饿 我哪里吃得下 你快去门口守着 等等 我和你一起去吧 小姐 你就在房间里等着吧 等他们回来了我叫你 我放心不下 先生 今天到底还走不走 再等等 再不走成本就要关了 今天就走不了了 你先别着急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按天数给你结 一文钱都不会少你的 今天肯定走 赵大人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 要出来早出来 夫人知道洪生客栈 吴家的人都知道 这样吧 我们先回客栈等着 我去问一下 老师 老师 按时啊 您来得正好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按照安排好的程序 一切都很顺利 本来就要结案了 谁知道 王爷突然驾到 他说 吴州市的案子牵涉甚光 他要亲自重审 王爷为何横查一纲 他意图何在 我也不知道 那现在 是个什么情况 以前的审理 都不算数 吴州市 又被押回了女监 而且王爷的手下 已经把所有的案卷 全部调走 此事还请老实我旋 这个 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 周莹都已经答应 我们不能言而无信 不是我们言而无信 刑部的判词 都已经写好了 今天只是走过过场 立即就生效了 是周莹得罪了王爷 现在是王爷跟他过不去 这与我们无关呢 要不是因为我们 那周莹怎么会无缘无故 进了刑部大牢 他进刑部大牢 是因为他行为不简 这与我们何干 老师 您请看在 极其制补剧 一年能挣八十万两白银的份上 您帮帮周莹 不是我不帮他 王爷现在是如日中天 连咱们大人也要让他几分 我是爱莫能助 那难道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听说王爷走的时候 扔下一句话 说周莹勾结洋人 欺上瞒下 罪大恶疑定有严惩 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现在 不光是我不能碰此事 还有你 我也要劝你 别再为吴州市出头了 免得一不小心 沦为通案犯 好在我们抢先一步 和吴州市签了契约 要不然的话 极其制补局 最终会落到谁的手里 那就很难说了 怎么说啊 老大人 到底出什么事了 赵白信你说话呀 周莹的案子 王爷拿走了 王爷 那 嫂子 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这就难说了 为什么 王爷 似乎对周莹 厌恶入骨 放出话来说要严惩 严惩 怎么个严惩法 我不知道 会有性命之忧吗 我不知道 行了你们也不要太着急啊 这件事情或许还有转机 你有办法 你们别忘了 我们沈家跟王爷多少 也还算得有点怨远 本来我这次来京城的 就是想通过王爷 把周莹救出来 沈行义 你根本不了解王爷 在我眼里他们是同一种人 认权不认人的人 你也不懂朝账 你只要贸然行事 会弄巧成拙 赵白石 是你答应过我 会安全救出周莹的 既然现在你无能为力 那就我上了 沈行义 现在不是你逞能的时候 我只知道现在周莹 还在大牢里关着 生死未卜 我必须要把她救出来 沈行义 沈行义 如果真像沈少爷说的那样 王爷认钱不认人 我们要救少奶奶 还得花多少钱 怎么还得一个机器制补剧 我现在就回静养 你等等先别着急 我再去求救老师 也许还会有办法 不管用什么办法 不总得花钱吗 我现在就回去筹钱 也好 也好 夫人 你这是干什么 你别着急 我再想想办法 如果老师能够想出办法 帮我们的话 女嫂子会有希望的 是我 将那些东西放进草子的书房里 你说那些栽赃的信函 那些栽赃的信函和收剧是泥味造的 是 师娘给我的 师娘 师娘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师娘说 只要我这么做了 你就能官复原职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师娘说 你 哎呀 你为什么要对她 你怎么对她的意思 让她 Af editors 你为什么要对我 你为什么要对她的意思 你为什么要对他 我有性命之用 我絕不會幹 我一定 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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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活動